然后头部可以低 不可以歪斜 用眼睛的余光 这个斜视后方 顾名思义 叫国老关天 刘海戏蝉 这个刘海戏蝉在民间都有很多传说 在神仙这个体系里边也有很多特别的说法 那么在这个最拔仙剑法那边 刘海戏蝉蝉也是一个向心曲的动作 动作幅度比较大 它是从国老关天 然后迅速一个很大的反差 独立提起 然后剑法要有一个反差剑 这个过程保持身体还要想起来有个倾斜度 这样人刘海要下去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由一个与名词和它相形 像吻合的这个动作 成为刘海戏蝉蝉 我们先看正面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要做起来以后速度要快 很迅速抬起这个左脚 一 好 键啊 迅速一个反转键 然后中间抱键 好 膝盖站住 站住以后啊 这个剑指搭在右手手这个手剑柄上 身体啊 开始倾斜 向这个右侧倾斜 剑脚啊 支向右侧下方 好 再反面做一个 对 好 注意看 这个起这个 起左脚啊 要非常迅速 这个剑啊 翻转 要非常速度要加快 最后抱键 走 站住 好 那么这个这个还有主意 脚尖啊 千万不要往上上翘 不要往上翘 一定会下扣 扣住 扣住来不要往里边扣 好 尽可能分开 分开啊 膝盖向外分 垮扣打开 眼睛啊 斜是 剑尖的斜下方 那我这个剑指啊 搭在这个剑柄上 保持啊 身体要平稳 也有一个倾斜度 这个倾斜度啊 要向剑尖方向倾斜 眼睛啊 这个目视剑尖 好 对卧云天 这个最后云天啊 是一个非常舒展 也非常优美的动作 当然需要腿部的控制力量 必须要保持平稳和平衡 那么这个脚啊 向前探除 和这个剑啊 向反向方刺除 中间啊 保持一个平衡力 那这个身体啊 要向后 这个 这个要向后 轻痒 要有一个养身动作 那我们先看看 这个正面动作 做一下 好 一 好 那么这可以看看 那么这个剑啊 向前方向向向后 这个券的一个键直 是一个平方向 然后这个腿呢 保持和身体啊 保持一个平面 好 再这个反方向做一个 好 那么这儿仍然要注意 走 那么这个注意是吗 这个剑和这个 合的脚 这个脚面啊 脚面往下压 压住 它的高度啊 要超过腰 身体往后仰 仰机背上保持一个平面 好 先保持一个平面 那么手的剑指和剑要保持一条 形成一条线 这样中间形成一个平衡力 眼睛看一下剑尖方向 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展示着一种气势 然后还有一种非常玄妙的感觉 当然这里中间前面是有 大概有四个步伐 是最部的变化 然后中间有一个往回 一个引剑 把剑引回 然后利用身体的惯性 形成一个前冲之力 身体保持平稳 然后两个膝盖着地 这个过程看起来很惊险 但是动作也很潇洒 很有气势也很有风度 当然要注意掌握 它的中间的协调性 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是剑和身 身法以及腿 向前冲力 也一定要保持协调统一 好 先看正面动作 分解作 好 第一 第一是这个脚 先是左脚向右前方落步 剑 回身蓝剑 拦在这个身体的左侧 这个后脚跟抬起 两个腿伸直 两个腿都伸直 眼睛开始看这个左侧后方 第二 好 上边开始这个抹剑 然后用这个最部 走一个最部 用一个右脚 走最部 向左的前方走 形成一个脚叉 这个弧形 然后左手的剑指了 举过头顶 举过头顶 量指 那个剑啊 开始向这个右侧 开始抹带 走 好 再上这个左脚 开始向前撩剑 撩剑和蓝 中间同时形成 走 那么这个剑啊 所以叫长剑 就是脚步啊 保持两脚平行之后啊 要做好下一个前冲动作 放在这个野下 放在这个野下 放在野下 做好准备抹剑 走 好 那这个剑啊 要掌握一个翼掌 不要离这个颈部太近 但是也不要离这个颈部太远 中间啊 要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个手放平 身体啊基本上跟这个地面 中间间隔两寸左右 这个手啊 保持跟这个左手啊 左右手两个支撑点 要相对平衡 两个脚了 这个脚心向上 这个前面两个膝盖打开 好 做这个动作了 要求要顺水 自然很流畅 不要太刻意 当然这个剑和伸法要一起动 利用这个两个腿的这个控制力 和两个脚上的控制力 掌握身体 尤其上身的平衡 最后头部啊 不要避免啊 头部点地 造成受伤 所以这个头部啊 一定要有一个控制力量 控制它不要离地面 也有两寸左右 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正面动作 我们再看一个侧面动作 背面动作 好 先看前边 落步 然后左手 向左侧 拦键 在最部 扣脚 往前上 上步 上步以后 这个右手提键 提拉 再走 好 那么这个剑变动之后了 这个手啊 手 剑 这剑在手里 这个下边 出一个藏剑之势 左手剑指啊 在离这个剑柄啊 大概也有两寸左右 保持保护的意思啊 伸藏 好 后边这个动作了 要求 两个脚一定要有控制力 走 利用全身体的惯性力量 不可以这个充力量太大 但是速度也非常快 很顺垂 那么剑啊 要记住这个剑 离的颈部啊 也有一定距离 那么剑尖正好在胸口这个地方 那么两个肘部 这两个肘部 明显有两个支撑点 可以控制身体啊 保持头部不要受伤 这个动作很惊险 当然也很漂亮 很有气势 神犬 传动 这个动作看起来 有点像这个地上滚翻的动作 其实就是一个牵滚翻 我们不敢现在这个运动的名词啊 叫做牵滚翻 但这个牵滚翻 还不是一个正面牵滚翻 是一个侧身牵滚翻 因为这边还保持剑和身体啊 不能互相克制 是吧 就是相当于业绩藏花一样 中间一个剑啊 从中间传出 那么这个滚翻 之后了 有一种叫笑里藏刀 免离果真 这么一个动机 是吧 醉意 醉意啊 这个醉剑和醉意啊 中间要融合 这个到最后啊 有一个往前刺剑 叫暗藏杀机 所以誓罪废罪 暗藏杀机 这就是醉罢下的一个其中一个特点 那我们注意看它的细节 好 分成几个动作啊 看分解动作 然后一 好 这个第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剑啊 这个手啊 尤其是左手 先伏地 控制这个剑啊 伤害司机的身体 然后这个剑啊 应该从这个 这个 左手啊 以下传出 然后身体向前 侧方滚翻 走 不要动 不要动 这些滚翻 滚翻之后啊 这个左腿 单腿点地 单腿点地 是一个 这个单规步 然后这个右手啊 把剑拉开 拉开了个剑 剑风啊 不要露出来 形成一个长剑之势 然后这个 这个剑直 和这个 左部 形成一个平行线 和剑是一个平行线 做好准备 想要准备 此剑 那么这个四剑啊 首先是退步 和这个剑直啊 向后牵引 以及前面刺剑 要三者 三位一体 退步 引手 刺剑 好 再反面做一个动作 好 先注意看 看它的这个 三个分解 一 伏地 然后这个手啊 这个剑 先硬开 不要离得太近 避免到时候 这个剑尖啊 出地 中间啊 影响动作的完成 然后这个中间下边 剑尖啊 在椰下 在左 这个左臂的椰下 要顺随 顺着身体的滚转 然后啊 完整的做出来 走 好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了 这个单腿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左腿啊 单腿点地 是个小跪 单跪步 然后眼睛呢 眼睛眼神 要向这个 左手走的 斜方向 看出 好 走 那这儿呢 大家可以看很清楚